欢迎来到陪你读路易讲药您好我是唐玉玲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 孔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重规重矩的 很歹版的 什么叫书生 就把书给生了 在家里面好像人跟一棵大树绑起来 非常僵硬的 还没死的时候就像僵尸一样僵硬 就孔子是这样的人吗 我们来读这一章 可以颠覆我们很多对孔子的想象 这一章里面叫做 指之厌居 生生如也 夭夭如也 这一章是树尔篇的第四章 厌居 有的人解释叫做退朝的时候的安居 那个厌像厌慧 那个厌就是安居的意思 或者叫闲居 意思就是没事干的时候 那没事干的时候 它是什么样的现象呢 叫做生生如也 夭夭如也 生生就是 一根直直的往上走 旁边左右两边那个就是一个约束的形象 这就是孔子在闲居的时候不会放异 不会乱来 不会不像样 可是夭夭如也呢 夭夭如也是 又非常有气象 生生如也像一棵大树 往上冲 夭夭如也呢 代表枝叶茂盛 花开 所以生生如也告诉你 不会太放肆 不会太放肆 夭夭如也呢 又告诉你不会太拘束 哇 这个怎么形容啊 这坚持无法想象 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比说孔子是一个既温和又善良的人 可是又绝顶聪明 你看要怎么形容 绝顶聪明的要叫他温和善良 他怎么温和善良 一定是朝向自私之利 那温和善良的人呢 又很愚痴 被人家骗得团团壮 这两个要合起来怎么形容 这两个怎么合 孔子是这两个合起来的人 生生如也 是一个圣毒的气象 就是说生生如也就是 在闲居的时候 其实他内战里面 是一些道理在涵阳 在心中的 不是在闲居的时候 道理全部忘光 脑筋空白 躺在沙发椅 看电视 无所事事 那个生生如也 是那个在闲居的时候 那个依然是可以 安住在意理上的 所以那个人看起来 气脉很通 生生就是那个气脉很通 那个尾椎 那个脊椎骨自然停起来 那个是很自然的 那个不是刻意的 不是造作的 可是妖妖如也呢 又不是那个 太僵硬 太笔直 妖妖如也就很和蔼 很可亲 那宋武有的人讲到说 生生如也叫做望之言然 妖妖如也叫做极之言温 可是他不只是这样 他是一种什么 望之言然是说 你不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在那个正直的 他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很温和 其实不只是这样 是这个人是既正直又温和 你不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也又正直又温和 又正直 生生如也就烦恼的对峙项 妖妖如也 又是一个 能够 修仁慈心的人 修慈悲心的人 不只烦恼对峙 又是可以修仁慈心的人 在闲居的时候 他是这种气象 这怎么形容啊 这无从形容的 很难的 那 生生如也可以叫做中 妖妖如也可以叫做和 中和的现象 是在闲居当中 不管你看到他 没看到他 他就这种形象 你没看到的时候 他是中 你看到他变和 不是这样 而是中和的细相 就在他闲居的时候 就是他的安住的 所以表面上 他看起来是安住在他的家 但是你更要看到 他心里面安住在 中和的毅力上 所以那个形容叫做 生生如也 妖妖如也 就偷看他 生生如也 妖妖如也 跟他接触的时候 生生如也 妖妖如也 所以这一章里面 可以看出孔子 不为人知的修学法 圣读的修学法 既生生又妖妖 不是只有生生 也不是只有妖妖 一般人是生生不妖妖 或者妖妖不生生 竹子横挺拔 是既生生可是不妖妖 参天大树呢 既生生又妖妖 树干的笔直 可是又往外发展得非常茂盛 一个人可以经营成这样 那不只是修圣之才 齐家之才 治国之才 平天下之才 教化之才 改变风俗之才 安邦定国之才 在哪里 在贤居 好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遇 我们人生可以这样的经营 相信 这一生不晓得多少的好运 会在他身上发生 那我们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 下集再会 谢谢大家